在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中,皇帝之下,无论是万人之上的臣子,还是普通的平头老百姓,都有可能因为一世不慎,导致酷刑加深,甚至人头落地,很多古代的酷刑,都通过电视剧,电影等方式,为现代人所知,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灵池,车裂,相比于这些作用于犯人自身的刑法,另一项刑法则更为严酷,那就是诸九族,诸九族采用的手法并不害人听闻, 但他凭借千连之广,以及逃无可逃,成为古代人人恐惧的酷刑,然而,在这样一个以斩草除根为目标的刑法下,却有一类人得以逃脱,这就是主人家的小妾,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诸九族都杀到了姑父,姨父,姥姥,老了,老爷家,为何偏偏放过和煮饭最亲近的小妾呢,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圣历史,欢迎订阅观看,在封建专制年代,皇帝就是天下之主, 说一不二,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天子一怒,服侍百万,流血千里,这形容的其实就是诸九族,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类似诸九族这样的刑法,秦国的商样变法,启用连作制度,最严重的叫做一三族。 至于三族指的是什么?由于那个年代,距离如今的我们十分遥远,而且记载中对于三族的定义也不是很清晰,于是后世就围绕主犯的亲密关系,形成了诸多不同的说法,在有的说法中,三族指的是主犯的父母,祖父母,兄弟,也有的说法是老,母,父为三族,当然,出于对法律作用的考虑。 更多的说法是以父母,自己,子女为三族,毕竟,这个法律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斩草除根,如果只杀主犯和他的父母,兄弟,祖父母,而不包括子女,这条法律显然就没有作用了。 刚开始的时候,这条法律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然而,随着权力制度的深化,和世家大族的形成,皇帝们渐渐发现,只杀三族,根本做不到斩草除根,为了保障自身安全, 皇帝们那是一点后路都不打算留,直接把三族升级成了九族,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是九族呢? 在古代,三和九都有表示多的意思,因此,皇帝们使用这两个数,代表的可不一定只是三族和九族,更有可能是和煮饭有关的人全都杀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明成族时期的方孝如。 这哥们数死鸭子的,全身上下嘴最硬,哪怕是京城大火,见闻失踪,朱棣坐在龙椅上,让他起草诏书,他也不改自己的风格,竟然直接在诏书上写下四个大字,燕王篡位,这下可好了,直接就惹恼了朱棣,虽然心里很生气,但朱棣还保持着一丝理智,开口给了方孝如一次机会,给我改,否则就诛你九族。 可方孝如一点也不怕,张口就是一句,要杀就杀,诛我十族又如何? 这可把朱棣气了个养岛,当即下旨,朱方孝如十族,下面的官员为难了。 这九族都知道是什么,可哪来的第十族啊?朱棣表示,这还不简单,当即指定方孝如的门生故隶为他第十族,从方孝如的案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封建王朝到底还是人质的时代,法律是需要屈服于皇权的,诛谁不诛谁, 说到底就是皇帝一句话的事,而在皇帝又没有特地提起的情况下,官员们一般就按照法律中的明文规定来办事,关于朱九族,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从九族的定义中来看,小妾是不包含在其中的,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和主犯关系最亲近的小妾不包含在九族之中呢?这其实还要从妾的定义说起,其实从妾的字形上,我们就可以获知一二,妾这个字的上半部分并不适例,而是心字省血,古文字研究专家经考察得出,心指的是行刑时所运用的工具,因此认为妾指的就是女奴隶,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心代表的是头饰, 因为在古文字中,妾的用法等同于妾,没有什么贵贱上的不同,但在古代社会中,妾指的一般都是地位低下的女奴隶,同时,也引申为男人在妻子之外,另娶的女子,有时也作为女子的牵称,在春秋中有这样的说法,妾,不聘也,意思指的就是,没有执行三为六聘,就近娶门的即是妾,这个意思在内则中也有体现,即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从表面上来看,妾指的是犯了错的女人,而从本质上来说妾,就是女奴隶,中国在进入封建地主专制以后,奴隶的名字虽然消失了,但这个身份却还以其他的形式继续存在,妾就是其中的一种。 既然本质上是奴隶,那么妾便像家里的猪牛羊一样,是主人家的财产之一,而妾的主要工作,就是伺候主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妾的种类越来越多样。 有的甚至成了男主人后院中的一员,开始承担起传宗接代的任务,这时候有的朋友就会问了,我看的电视剧中,小妾经常跟正式打类台,丝毫没看见地位有多低,反而无论是妾还是妾,都费尽心机争夺男主的宠爱,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在古代,妾是一般是不能被抬为正妻的。 男主人一死,轻则被发卖,中了打杀了事,就算是生下了孩子,孩子也不是自己抚养的,生下来就要放到主母手底下养大,即使是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小妾生的孩子虽然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但还是只能对自己的生母叫姨娘,对父亲的正式叫妈,现在的很多电视剧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就是小妾被扶为正式, 在古代,这样的情节是真的吗?这样的情节是真是假,还需要看情况,不少朝代都有明文规定,不能以妾为妾,以妾为妾,否则 犯了事的男人,轻则被打上一百棍,重则流放到偏远地区一年,两年,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古代即使是过了几百上千年,妾的地位都没有提高多少,他们在本质上依旧是主人家的奴隶,算是财产的一种,而非亲属,既然并非族亲, 那么妾以及妾的家人就不属于九族了,在诸九族中,除非有特别的说明,也就是皇帝下旨,否则妾是真的可以逃过一劫,虽说是逃过了杀身之祸,但在主人家被诸九族以后被留下的妾,却称不上是幸运。 一般而言,诸九族这条刑罚又将妾分为了两种,一种是生过孩子的,另一种则是没生过孩子的,给主人家生过孩子的妾,在严格意义上已经算是主人的家属。 她很有可能作为少爷的生母,和主人家一起共赴皇权,而少数情况下,她可以被统一化归为妾,进行另外的处理,而没生过孩子的妾,则会被作为主人家的财产,和仆从一起被发卖出去。 他们的去向可能是别的权贵家里,也有可能是烟花之地,在这些地方,他们活的时间都不会太长久。 有的被打杀了,有的则是染上了病,被直接扔到乱葬岗去,相比这些妾,另一类则更加幸运,他们或者是因为年龄大,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实在卖不出去,这时候,就会被人贩子带到全国各地,卖给娶不上媳妇的普通平民。 而这些妾,在遇上天灾人祸的时候,就是最先死亡的那一批,中国古代说到底还是个集权的社会,上层的权贵阶级,穷奢极欲,妻妾成群,底层的平头老百姓,要是遇上了灾年,就算是卖儿卖女,也是饭都吃不起,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 妾的来源自然是不言而喻,在穷人眼里,即使是社会地位低,又怎么样,能活下去才是第一,殊不知,就这样跳进了火坑,一辈子都是个悲剧,对于聊天作地后来的结局,史书上有两种结局,元朝的,聊史,说他病死于54岁那年,而南宋的大宋宣和一世,则称,天作地还曾与后来被捉到了宋徽宗召集,关押在一起,两人还相互问好,后来宋徽宗驾崩,金海凌王完颜亮,还命徽宗, 帝宗之子56岁的宋金宗赵桓和已经81岁的天作地打马球来观赏,结果孱弱的宋金宗坠马负伤,被马践踏而死,而天作地擅长骑术,还想策马逃跑,却被金兵乱剑射死,宣和一世的说法,似乎不太可信,即便天作地年轻时骑术高超,年过八十,身为囚鲁,还能策马飞奔,这就不太可能了,另外做王国俘虏这么多年,他也不可能再想逃走了,怎么可能策马遇逃而被杀呢? 后世史家说起辽国,都曾赞叹他群圣时的兵甲之圣,一时席卷中原,树立了后进,扶植了北汉,中夏王朝位之镇聚,辽太祖到辽道宗,朱代辽主都是阴谋锐略的天子,到了天作地的时候,就走入墨运了,加上他重信奸臣,群臣离心,金兵一级,内外作乱, 吓得他四处逃亡,不可再兴服辽邦,实在是太可爱了,特别是他从称帝时,就一直追念自己受冤而死,被爷爷辽道宗所杀的父亲,招怀太子耶律郡,可他自己到头来,也重蹈了爷爷的覆辙,将自己的贤太子耶律敖鲁沃自死, 后来在追悔莫及的时候,他和他的辽国江山也都走到了尽头,朱九族中小妾的幸运排除,实际上是对他们生存状态的一种残酷讽刺,他揭示了小妾在家族中边缘化的地位,以及古代社会中对于女性地位的普遍忽视,在这种背景下,小妾们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和无奈,他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的艰辛和歧视,还要在家族遭遇灾难时,被迫离开家园,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婚野鬼, 这种悲剧性的命运让我们不禁对古代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和残酷感到痛心和反思。